这是一个波动实验池,我们用它来做双缝干涉实验 池子里边有一堵墙,墙上有两个开口 开口的长度为两微米,两个开口之间的距离为三微米 这是香干光源的干涉 香干光是指两束光的波动在传播过程中保持着相同的相位差 具有相同的频率或者完全一致的波形 激光就是比较好的香干光源 波穿过双缝之后,会在光屏上打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上面的红色曲线代表条纹的亮度 我们再来看非香干光源的干涉 在一个小范围内,随机分布一些震荡偶极子 波长和相位也是随机的 我们用它来模拟非香干光源 这是光源离双缝很远的情况 波经过双缝之后,还可以在光屏上打出一些条纹 上面的红色曲线代表条纹的亮度 这是光源离双缝比较近的情况 在非苗尺度下,干涉看起来好像很稳定 但在非苗尺度下,干涉并不稳定 因此,我们没法看到清晰可变的条纹 这个是光源离双缠缘的离双缸 等待在非苗尺度下,干涵到我们的CI区 至于是中国竟然وج在这里